加油 加油 骑着单车行进郊西乡的水田边浓露旁 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这是都市民众最奢侈的顶级享受 很赞吗 好玩吗 好玩 那我们只要完成三个乡镇 那就宜兰县镇就可以赠送大家一个纪念品 然后完成六厂跟九厂 以及十二厂各有不一样的纪念品 像这样的纪念品是可以鼓励大家都来参与 那每一个乡镇又有不一样特色的这个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样的行程 跟一些不一样的体验DIY各种线都有 宜兰十二个乡镇市各具特色 随着时序的变化拥有各自独到的天然美景 宜兰县体育会自由车委员会与中华两岸自行车运动发展协会 于2018年推出一乡镇一特色一个月一清旗系列活动第一站来到郊西 在解说老师详尽地说着郊西二龙进度的故事中 仿佛让齐单车的游客也沉醉在两艘滑龙船队伍竞技的传统赛事中 因罗为正 因罗 我这一趟出去我认为我赢了 对不对我敲罗 他如果认为他输了 他不要这一趟会输他不要敲罗就不算了 来到河岸边可以靠近生态丰富的河床 看着河道上的竹筏听老师公共 郊西的风情还有这些秘境 在达人带路的行程里更能一探究竟 看人进来开等的时候带了四个头 哪四个头 锄头 副头 石头 拳头 拳头要干什么 打街啦 这边的自然景色跟一般都市是不一样 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那个农田 还有季节的变化 然后一些我们这边生态的环境 那就是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觉得蛮值得一游的 它是走在地文化 然后觉得应该是跟一般在外面就是 就是游览车出去的情形是不太一样 然后是自己可以沿途看看这些风景 就是平常体验不到 收获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很多 因为我第一次来教室对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之类的 就是深入的去了解你的乡镇它的特色 对就可能一般旅游不会这么深入的去了解一个地方的特色跟文化 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期待我从去年12月就开始一直追踪这个活动啊 精彩的导览内容是这趟深度旅游最丰富的收获 来到龙潭湖还可以听到不同版本的民间传说 好 女龙在哪里呢 女龙在我这个样子过去的怀抱 女龙在这边 两只龙对望守护着龙潭湖 江西山巒龙潭县 来到龙潭村可以品尝当地的蔬食美味 还有特色养生小吃 伸展筋骨 动动四肢 在庄严的佛堂感受身心灵的洗礼 江西山巒龙潭是全国精枣产量最多的城市 来这里一定要体验妞妞精枣DIY 刚开始用力摇一摇 坐好可以拿一个起来试试 吃吃看 风味非常的棒 地乡一特色 迎走五高后 低碳健康的深度旅游 结合宜兰县各乡镇最具特色的月份 十二条套装行程 每周六日都能轻松成行 为旅人带来丰硕的饗宴 让单纯漫游成为最放松的休闲享乐 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